最近社交媒体上一条关于美国自5月27日起 至今持续了5日的黑人抗议暴乱视频走红 视频中并非火光冲天的打砸墙场面 也没有气势汹汹的游行队伍 而是一位历经世事的中年人 对一位16岁黑人青少年苦口活心的去 现在是10年以后 在26年你会做的正事我会做的 你明白吗 10年 你会来来做的 所以我现在在16年 是会有更多的方法 我们多多少少能够从这位31岁黑人大哥那里 看出无奈与悲哀 可能也就是他看到眼前这位16岁的年轻人 仿佛看到了15年前的自己 十几年光景斗争不断 但十几年前的情境也如出一辙 所以在美国持续了半个世纪的黑人抗议活动 到底取得改变了吗 据纽约时报统计 至少蔓延至75个城市发生了抗议示威活动 甚至蔓延至白宫门口 各大城市纷纷采取了应急措施 全美已经有至少40个城市实际了宵禁 宵禁从5月31日晚11时 持续到了6月2日6时 甚至将会继续延长 这种反对暴力倡导民族平和 和平的抗议活动 却演变成了一场具有破坏力的暴力骚乱活动 一些抗议者冲进各大商超 抢夺了各种陈列的商品 从Tongrit到爱马仕 无一幸免 除此之外 一些示威者焚烧警车建筑 与警察发生冲突 损坏了多个地标建筑 各种雕塑被推倒损坏 还在其上留下了例如 f**k12等标语的涂鸦 这里f**k12中的12代致警察 这些示威者中所到之处均为一片狼藉 面对如此的暴力示威行为 各大州长市长也出动了大量警力来维稳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于6月1日警告说 他将出动美国军队 平息美国城市发生的暴力事件 而这些示威者打着声张正义的旗号 进行的打砸抢烧活动 又给这些城市带来了什么 留下了什么 改变了什么呢 暴力结束的第二天 西雅图 芝加哥 波士顿等城市 有志愿者走上街 自发的清理这些示威者遗留下的战场 有些志愿者在收集街上捡到的备项商品 将其归还至店面 志愿者们在努力的修复这些城市 暴乱终将过去 而这些示威者的行为 并没有将事情变得更好 而是对其他同样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无辜者 造成更为强烈的伤害 美国的种族冲突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美国第一次有关非裔美国人的暴乱 发生于1962年的密西西比 被称为密西西比骚乱 一名退役军人James Meredith 申请就读密西西比大学 却被当地种族隔离分子极力反对 引发了一场暴力骚乱 冲突期间 一名法国记者和一名旁观者被打死 约300人受伤 200多人被捕 第二年 非裔美国人民权领袖 马丁·路德金发表著名的演说 《我有一个梦想》 此后 美国民权运动逐步走向高潮 第二次非裔美国人的暴乱 发生于1967年 著名的底特律骚乱 引警察在凌晨突袭无证经营的酒吧 逮捕数十名黑人 引发暴力冲突 演变成骚乱 数千人冲破一万多名军警的包围 烧毁市区许多房屋和商店 以及多处警察所 最后联邦军队介入 持续了五天的骚乱得以平息 事件造成四十多人死亡 约四百人受伤 七千多人被捕 此次骚乱之后 造成了白人逃离 底特律从工业极度发达的城市 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据2007年的调查 底特律在25个美国大型城市中 犯罪率排名第六 1968年 马丁路德金遇刺再次引发全美骚乱 110多个城市的暴乱 持续了三个月 示威者们纵火和抢劫商店 造成数千万美元的损失 再到1992年的美国洛杉矶 爆发了被称为 20世纪最大的种族骚乱 持续六天 又是30人死亡 经济损失达10亿美元 此次骚乱 也是因警察殴打非裔青年 罗德尼金 法庭却判警察没有过度使用武力 无罪释放 从而激起了众怒 2013年佛罗里达州 桑德夫骚乱和2014年密苏里州 佛罗森事件 都是黑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丧生 而涉事警察后来都安然无事 引发全国100多个城市民众 抗议示威 有些地方最终演变成了暴力骚乱 再到此次示威活动 种族矛盾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但是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生存环境 及各种发展机会却得到了大幅提升 NBA中 引人追捧的明星球员 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 而文娱圈中 像Will Smith Beyonce 奥普拉等获得高度成就的非裔美国人 也不在少数 而奥巴马总统的就职 也代表了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跟半个世纪前对比 已经与白人平等许多 而亚裔群体的发展及生存机会 相比非裔美国人反倒局限了很多 抗议种族不平等对待的声音 需要声张 需要保护 就像那名31岁非裔美国人 对那名正在打砸抢烧的16岁非裔美国人 哽咽着说道 我们需要的不是暴力的抗议方式 你们作为新一代 需要想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 而不是一直持续愤怒 肆意破坏 否则十年后 同样的事情还会持续发生 目前的总统特朗普白人至上的思想 或多或少会加剧了这些种族冲突的发生 但是这次的暴动平息中 他讲了一句话 倒是让小编非常的认同 不知道他是否是真的有所反省 还是依旧是政治作秀 让我们用他的话来结束今天的播报 美国需要的是创造 而不是破坏 合作而不是蔑视 安全而不是无政府 治愈而不是仇恨 正义而不是混乱